4月18日,星期二的鳄鱼谈 过去星期六,大家也知道 法定香港国家安全教育日 习近平传了他的弹散,一只夏宝龙 来香港和香港各界,包括特首、官 一群拆鞋子,这些契弟,要讲解 国家安全对香港有多重要 特别是有香港国安法之后 最重要的是,只是针对一小部分的人 这些人,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 又或者帮助亡理中国之心不死的外敌 在这里先动仇恨,搞够抹黑政府 总之,不能给他们颠覆共产党 分裂中国国土 将这些严重性,一次又一次 好像罗家英在念孤咒 摸尼陀佛,摸尼陀佛 来来去去都是那三副屁 重复,你老母又重复,重复你老母又重复 重复你老母都瘋了 当然,这些在香港里面 食君之,陆丹君之糕的契弟 一定会出来发表一下 这么大的议题 说到共产党的基业,千秋万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完整性 这么厉害 作为香港的契弟 真是说真的 围在这个大佬 要托他的大脚 当然不能够落后于人 所以很多大人省 都会出来发表 跟着被人狂吵了 包括立法局的议员 陈恒斌 即是有名字你叫的 你不肯在名字里面 告诉别人 各厦一副的尊容 一副含斌相 就已经知了你们的好果道 你还要吵你老母 改名字 自己对学入座 叫做含斌 真的没够理修了 这么喜欢含斌 吵你老母 买一支霹雳大肉出塞 扭住你的嘴 你就不要胡亂吵你老母出声 你不吵你老母出声 没有人说你吵你老母是 吵你老母是 吵你老母是 打电话去23332369 查询下 腦退化症 对身体和社交障碍 带来什么东西的影响 笨蛋 陈恒斌做了什么东西 让脑出脑子 这样吵他 还要查询他脑子有没有退化 当然还要加入民建联 即是说真的 全部那些人 对通识这一件事 就是吵你老母是 一只二只住山洞 世界发生什么东西 就不想知 天文地理 什么星座 掌相 每样东西都不够知 不够晓 那样 好像他现在做了那个副 那样 这个 律政司司长 那样 不极企我 张国军 之前说了一句话 不极就吵你老母是 地疏人稀 多见树木就少见人群 见到企我都不见人 我真是吵你老母是 无知就是吵你老母是 竟然是没有上限的 不极就是没有企我 就是人都知道 但是竟然民建联的人 做到吵你老母是垃圾公议员 现在还要吵你老母是 有些这样的狠狗仔 看不起弱智 给他吵你老母大爱包容 若只都可以做律政司司长 副司长的位置 不极有企我 不得出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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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心情一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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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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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是一样的 不极是没有企我 整个民建联 其实基本上加上的智商也不太不够是一千 整体有这么多人 全局部都是持续 不是持续卡 就是你治愈受到嚴重的挑战 从他们的样貌、举止、谈吐 真的说真的 我还没见过一群代表里面 找过似人物观端正的事情都没有 要么脱头发 要么脱鸡豆皮 要么脱鸡豆皮 整对民建联就是 Define what is ugly 就脱鸡豆皮 就是民建联就是这个的definition 这个的陈恒彬竟然说 国家安全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秉承毛泽东的教训 毛归功的这个无祖宗的这个教训 就是不做调研 就没有发言权 我当然知道 丢你脱鸡豆皮的乱贡发表 会被人调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调查 经过我们一个问卷调查 发觉在香港里面 竟然只有六成多的人 才知道国安法是什么 国家安全的内容是什么情况 竟然还有三成多的人 是不想知道 你脱鸡豆皮 是 闻家产国安法的内容 有没有搞错 推出了香港港版国安法 三年那么多 竟然做一个问卷调查 indicate 只有六成松一点 仍然知道这个 国安法的内容是什么 六成多就是多了 屌你 屌六个人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 说真的 国安法 你问我 我都知道国安法是什么 我当然不知道 什么 屌你脱鸡豆皮 我只是知道 什么 就是国家觉得你有罪 你就有罪 国家你有 颠覆国家 就有颠覆国家 国家你有勾结外国势力 你就是外国势力 一句字 你脱鸡豆皮 在香港国安法 在九龙城里面 一直以来的一个拨水节 早几年 射警察 帮他们抹粉 屌你脱鸡豆皮 是可以的 突然之间 今年 弹散 屌你脱鸡豆皮 拿支水枪 吹咬 又说不想得 又说煽动仇恨 扰乱国家秩序 屌你脱鸡豆皮 扰乱地区安宁 什么臣子都是任兼你说 我真的不想知道 屌你脱鸡豆皮 拿支水枪 挤濕你们 秉承泰国人的传统 舌室等于爱你 爱你就是要和你祝福 和你祝福就是要潑水 潑水就是洗掉你的煤气 洗掉你的黑气 让你从黑警不要这么乱黑 这样 真的很爱戴 和你对警队的一个尊重 越吹得你多 就越想你 你没有听过吗 你也天天抓着你女儿来吹 是不是代表你不想他 当然是不想他 你越爱他 你越爱他 你当然天天抓住他来吹 潑水截就是这样的意思 竟然你说他们 有机会犯国安 家里有两本漫画 又是犯国安 駕駛电单车 出个兜个圈 扶之旗又是国安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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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又怎样去帮你又又又是国安 说真的 我都不想知道 究竟你什么情况之下 你不想犯国安 是不是各样东西都犯了国安呢 就是很依靠你们去define 是不是 你又没有白纸清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那条的扶你老闆的界线 蒙脱扶你老闆 毕业楼大腿中间那条界 是不是 看都看不清楚 扶你老闆 你说了 现在陈恒彬就说 既然国家仍然有这么多人 不知道扶你老闆 就是有六成多人才知道 三成多人不知道国家安全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我们一定要多些做这个教育 多些做一些教育 就不要这么狼狗狗 找个什么林作汉 何手信的物体 天天就和国安一分钟 没有人 你老闆 你台戏的 最重要就是我们拍多些软性的东西 拍多些电影 电视剧 就好像美国 就拍这个James Bond电影 去宣传这个国家安全 必要的时候 和电视台合作 拍些电视连续剧 就吉直去讲这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又容易入屋 又容易洗脑 多聪明 当然 这一件事 说完出来之后 就被人笑咎到他面亡了 可笑的原因 就是 沉含滨 除了沉含滨之外 他什么都不黯色的 他竟然 荷里活的电影 当然 荷里活的电影 M.I.S.X. 军情六处的特工 而拍摄这个军情六处的特工 在一个世界各地的地方里面 游离浪荡 对付这些危险的组织 恐怖集团 一些别国势力 而保护这个英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 这是美国人的 荷里活的电影公司 去拍一个英国的特工 去保护英国的国家安全 而宣传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个重要性 什么事 这么狠狠 这样 真的很明显 这个的陈含滨 然后 James Bond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是一个英国人 他都搞不清楚 当然 中国人差不多的性格 James Bond 说什么 James Bond 说英文 美国人说什么 英国人 James Bond 就是美国人 不要分得这么小 大家都是说英文 如果是这样的逻辑 加拿大又是说英文 澳大利亚又是说英文 纽约斯林又是说英文 大家都说英文 大家都是美国人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 一众的网友 就笑咬到他 你咬咬咬 跟他上一堂 宝贵的通识科 既认着陈含滨 英国就是MI6 OK 美国就是CIA 或者FBI都可以 他们都是保护国家安全的 那你有没有看过电影的 其实除了 你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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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是荷里活的西片 很多的片 都有在讲国家安全 如果真真正正宣传美国的恶家安全 当然是Tong的老师 扮演Evan Hawks 在Mission Impossible里面 CIA的其中一个 依附的组织 他就是帮助国家安全 再远顶一点的时候 就有Harrison Fogg 曾经派过Jack Ryan 在Tom Kenzie的小说里面 派了很多集作为CIA里面的Top Analyst 后来还要升到CIA的局长 他一直出生入死 Adventure 都是在宣传的国家安全 英国难道我们没有特务吗 说真的除了James Bond之后 英国也有大约 还有Austin Power 治欧特务 治英嬌娃 那个四眼仔 阿尔森 或者Shack It Baby 那只叫做Austin Power 六层 近代的都有 近代的叫Kingsman 有个年轻 还有带他入行的老师傅 那个特务片 亦在保护这个国家安全 还有什么东西 再远一点的 还有这个特务 Johnny English 这个昂斗先生 Mr.Bean 扮演的 他认识多 讨厌也讨厌 你学一下别人 讨厌 看了这些 这些 吊你老美的 全家产的 荷里活也好 英国的电影也好 明白到这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说得也不能出 今天我免费 给你一堂的私人教授 让你知道吊你老美 除了James Bond之外 他是吊你老美 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还有很多特工 再不吊是 之前明珠930 有一套叫做24 有没有人看过 24 吊你老美 那个Jack Bauer 都是在保护国家安全的 Matt Damon 那个 吊你老美 Bond Identity Jason Bond 他都是在绑这个国家安全的 那样 但是 我都不想让你 你就以为 别人那些吊你老美的特工 吊你老美特务 Special Agent Undercover 什么东西都好 你以为他们真是吊你老美 是 是吧 是吧 真是吃饱饭 无事 担住一杯 吊你老美的Martini 然后跟着 Shake but not stir 然后跟着 捉够外国人来打 人家不只是这样的 人家都很明白到 吊你老美是 国家安全 不就是外面的亡俄势 吊你老美之外 还有 在一个国家Within 里面的吊你老美 有很多的吊你老美野心家 比如 政府里面 看不相信 总统想搞他那些 吊你老美的内部势力 又有一些军人叛变 好像汤告尼老师在这个 Jack Richard这一套戏里面 踢爆了 有些军人 竟然为了要吊你老美 在阿富汗 买了这个 鸦片 走避你老美国家的这些军火 被他踢爆 还有 我还记得 汤告老师 在这个戏里面 在这个戏里面 吊你老美 鼎静了这个总统 吊你老美是 做错事 走到国会里面 吊你老美做听证会 去刺爆这个美国总统 更加有 吊你老美炸了白宫 怎样去吊你老美 阻止这个美国副总统 去谋朝三位 如此类推 说了很多 如果有十套戏 有七套戏 都是吊你老美 在说国家的权力架构里面 那些人是吊你老美 怎样去corrupt 怎样去吊你老美 吊你老美 中饱私囊 怎样去吊你老美 利用这个权力 更加去扩大 令自己对国家的影响力更大 而他们就是压制这些吊你 在内部里面 破坏制度 破坏这个宪法的 这些吊你老美 人民英雄 好了 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人家 就算是真真正正 要捉够你的吊你老美 外国势力出来吊 人家就会开吊到名 吊你老美 中国人家产就是中国人家产就是中国人家 俄罗斯的混蛋 或者是前苏联的吊你老美的野心家 伊朗的吊你老美的狂热的 这个回教的 这个邪教极端 又或者是阿富河这些的军头 又或者是吊你老美 这个中东的ISIS的吊你老美 极端的吊你老美 这些恐怖分子 人家会开宗名义 不怕你复杀 吊你老美 怎想了名 说你 吊你老美 外部势力 吊你老美 境外的这些坏分子 邪恶的这些政客 但是你看看你们 所以说 各区国安法 吊你老美 又几粒巴 又大宾 又长春代 又怎想 到现在为止 说来说去 都是外国别有用心的邪恶政客 外国的吊你老美 你老美 煽动香港 分裂出这个中国角度 你到现在 你都没有 吊你老美 是怎么名 说是哪个 开宗名义 笃着他鼻子 由头到尾 我们都以为 吊你老美 是你们全家产 你是不是在说一些东西 超出我们人类知识范围以外 一个不肯定 吊你老美 我以为你的国安部 等同这个Marvel 里面的Shield 神盾谷 那些Advanger 都是保护国家安全 不过这些人 吊你老美 打外星人 你们是不是在对抗一些 吊你老美 在香港 或者吊你老美 在亚洲 吊你老美 地球以外的 UFO Alien 吊你老美的外部势力 在地球上 没有人都吊你老美 吊你老美 吊你老美 我以为你们在说 聂户在第五星云 吊你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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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恶政权 说来说去都不想到